在境外政客和媒體的口中, 黎智英一直靠著其壹傳媒創辦人身份 被包裝為支持所謂民主的媒體人, 從而將當局移香港國安法逮捕和起訴對方的行動, 說成是所謂的已言入罪乃至是政治迫害。 然而隨著黎智英案進入審訊階段, 大家逐漸能從重返證人的供詞當中, 了解到更多關於黎智英案的情節。 當中不少的所作所為, 放諸全球都必定被視為犯罪, 更只能用觸目經心理應用。 曾經跟黎智英助理Mark Simon接觸並有錢恩往來, 作為黎智英案重返證人之一的李宇軒, 他除了曾參與在多國報紙刊登廣告, 呼籲他國政府對香港採取制裁或其他敵對行動之外, 還表示自己曾經跟同案另一被告的法律在理陳子華商議。 需要找個會露面的檯面人, 組織所謂的流亡政府, 更清有聽過陳子華提及其勇武小隊, 曾經稱以色列軍會幫忙訓練其小隊。 而根據公辭, 陳子華除了承認曾協助李宇軒在內的12名疑犯乘船逃往台灣外, 還展述自己通過李柱銘認識黎智英後, 曾經表示希望主導勇武派、領導國際線以及結合國際線與攬炒派。 對方公辭又指出, 他與黎智英曾經在台北跟花名名為攬炒吧的劉祖迪會面, 並表示要將劉祖迪培養成政治明星由對方領導年輕人。 如此公辭一出, 由於邊廂指正黎只應在此支持恐怖分子。 眾所周知, 所謂攬炒作為香港利益, 意思就是玉石俱墳, 所謂勇武派只是黑暴自我美化的說法。 這批人在修例風波期間的所作所為, 包括用專頭摘死一名龐位的70歲清潔工人, 均是與恐怖分子無異。 如此同時, 在近日開審的所謂屠龍小隊一案之中, 被告黃鎮強承認曾考慮過將炸彈放置在浪豪坊一帶, 並曾揚言只要目標是殺警, 並不會理會炸彈傷及無辜。 面對心態上跟恐怖組織一樣的勇武派, 李智英竟然想跟其搭線, 難道不夠可怕? 我們來參加再次庭站上, 絲碧山馬斯莉 freuen Somebody, 你說馬ieren和小姐ocking過往我們呢,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